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的语法 什么什么,手放置,我们也一起看一下 动词手放置呢,手放置有三到四个说法 第一个它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某一时间之前结束必要的动作行为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旅行の前に切符を買っておきます 旅游之前,我要,我准备要,是吧 我准备要买什么,买一下票,买一下票 買っておきます,買っておきます 它的感情还在里面的啊 旅行の前に切符を買っておきます 然后次の会議までに何をしておいたらいいですか 到下次的までに,之前 到下次开会之前呢,我一直,我要干什么才可以呢 何をしておいたらいいですか 我要干什么才可以呢 这个地方呢,しておいたら 这是重点 但是它是怎么拼出来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原型是简体的する 或者进体的します都可以 这个变成一个叫しておく 我要做,做一下 干一下这个事情 しておく 然后什么什么たら 什么什么たら 这个地方是表示一个连接的 什么什么假如或者 之后可以这样子 所以しておく加たら呢 看这个く要省略 省略之后呢,变成 しておいたら しておいたら 何をしておいたらいいですか 做什么 可以呢 我要开会之前 我要准备什么才可以呢 这个时候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再读一遍 这个地方很重要 次の会议までに 何をしておいたらいいですか 何をしておいたらいいですか はい 看一下这个 この資料を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那人家说 おいで 这个おい的 这个人家回带也会用 这个おい この資料を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你把这个资料读一下吧 啊 这个意思 読む 読んでおく 读一下 这个意思 読んでおく 我要读一下 加个てください 以前学过吧 请什么什么的 てください 読んでおく 加てください 要变成 読んでおく く取掉之后 变成加个一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这都是 大家日本语上次的一个复习 简单的 我就 有的同学忘了 有可能这个 是什么 不知道怎么 大成这样子的 一个结构 我就解释了一下 読んでおく てください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你读一下吧 你请 你读一下吧 把这个资料读一下 是这个意思 一起来 この資料を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この資料を 読ん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这是第一个 表示一个结束 之前的动作状态 第二个呢 表示为下次使用 完成必要的动作 或采取医师的措施 最重要的是这个措施 这个重点 措施 什么呢 比方说 ハサミを使ったら 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て 置いてください 你把剪刀用完之后 简单就是 你要还到原来的地方 ハサミを使ったら 元のところに 戻して置いてください 戻して置いてください 戻す 戻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戻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一起来 ハサミを使ったら 使ったら 用完之后 用完之后的 用完之后 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做出一个措施 啊 措施 就还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他的措施 是这个意思 ハサミを使ったら 元のところに 戻して 置いてください ハサミを使ったら 元のところに 戻して 置いてください 第三个 啊 看一下 表示 让结果状态 持续下棋 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 我们表示的时候 看一下 明天会議がありますから 椅子は このままに して置いてください 明天因为有会議 所以你的凳子 一直持续放在这里 一直放在这里 就可以了 保持持续的状态 所以我也会用 手也会用 手 置いてください 看 する しておく 要变成 しておく しておく じゃ てください 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我解释了 看的解好几遍了 把这个句取掉 加个一 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需要补充的就是 我们学的是 ておきます 这个ておきます 是比较正式常合用的 ておきます ておきます 但是我们说成 と ときます 什么什么ときます呢 这就是变成口语化了 非常软的口语之间 我们相对倾向于 什么时候 tokimasu tokimasu そこに 比方说 先把那个 放到这里 先把那个东西放到这里 这个地方 そこに おい 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そこに おい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这是正式的 但是两个合到一起的话 它就是 你看同样的音两字 日本人不会这样子读的 おいでおいてください 虽然语法对 但是日本人爱读成 口语语法的 そこにおい といてください ておきます そこにおいといてください 这就是他们的倾向性 口语化 记住 ときます 正式唱歌 ておきます 这个记住之后 我们继续看一下 实际练习一下 把刚才学的三点重要的信息 然后一个一个练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是准备 准备一个东西 描述一下 的时候就要用 ておきます 然后之前要加个 什么什么之前 的连接词 什么什么之前 のまえに ておきます のまえにておきます 聚餐之前 party之前 partyのまえに 这个地方可以加名字的 对吧 の的前面加名字 聚餐之前 partyのまえに 你要干什么 你要准备什么呀 ておきます 这个时候我就要准备 有这种 要做一个任务的时候 要用ておきます 看一下 你要买啤酒 怎么说 不管啤酒 买酒也可以 お酒也可以 ビール也可以 葡萄酒也可以 万一也可以 我们说啤酒 ビール かいます かいます 要变成这个 ておきます 怎么变 て的新的动词 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きます 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きます 这个啊 不值得买啤酒 还要把家里收拾干净 这很重要 朋友很多人来 家座了就不太好 部屋 自己的房间 部屋 片付けます 片付けます 收拾 片付けます ね partyのまえに 部屋を 部屋を怎么办 片付けてお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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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一定要 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自然反射的 条件反射的说出来 所以这个还是要记住 贼心的这个动词变化 好 看一下 時間 知らせます 要通知时间啊 对吧 看这个聚餐的时候 時間 partyのまえに 不通知时间 人家都不会来的 哎呀 通知 partyのまえに 時間を 知らせておきます 知らせます 要变成 知らせておきます 知らせておきます 再看一下 お皿洗います 洗碟子 把碟子洗好 是吧 髒的东西 帖子 还有的话 把碟子洗好 パーティのまえに お皿を 洗います 要变成 洗ってお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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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朋友来之后 也要做饭 但之前 可以准备的 这个饭 还是可以先准备一下 对吧 省畏时间 料理作ります 料理を作ります 怎么说 partyのまえに 料理を 作っておきます 定型的动词 partyのまえに 料理を 作って 置きます テーブル 可以把 如果是圣诞节 或者朋友的 生日 可以把 装饰一下 把什么呢 把桌子装饰一下 テーブルを 飾ります テーブルを 飾ります 怎么变化 partyのまえに テーブルを 飾っておきます partyのまえに テーブルを 飾っておきます 最后两个 椅子 並べます 把楼子 排列好 排列好 椅子 partyのまえに 椅子を 並べておきます partyのまえに 椅子を 並べて 置きます はい 玄関 門口呢 打算一下 玄関 partyのまえに 玄関を 掃除します 要变成 掃除します 掃除しておきます partyのまえに 玄関を 掃除 しておきます 需要干的 这是一个准备 好 这是第一个 看完了 一定基础 好 多练习一下 第二个 措施 掃除 简单的 練五个 简单的 練五个 做了 什么 什么 之后 要干什么 比方说 课结束之后 最起码要 复习一下 这个措施 直接練 授業が終わったら 要復習 復習しておきます 还是复习一下吧 有可能 下次 今年不复习 明天再复习 就忘了 所以 是吧 趁热打帖的时候 一定要现在复习 授業が終わったら 復習しておきます 先生 老师 授業が終わったら すぐに まさ すぐに 復習しておきます 这是现实的 可以搭配了一起 实际的情况 テレビを見ました 看完电视 把电源关一下 怎么说 テレビを見ました 消します 简单的 这是圆形 变成テレビを見ました 見たら テレビを見たら 消しておきます 可以加个电源 電源 電源 電源を消しておきます テレビを見たら 電源を消しておきます 第三个 部屋に買いました 洗濯します 回到房间了 可以打扫卫生 其中选择一个 先洗衣服吧 这么说 部屋に帰ったら 帰りました 帰ったら 部屋に帰ったら 洗濯します 这么变化 洗濯しておきます 简单的说 自己回家的生活的规律 要干什么 习惯 部屋に帰ったら 洗濯しておきます 洗濯しておきます 帰ったら 洗濯しておきます 记住 最后一个 本を読みました しまいます 读完的书 拿完之后 你不整理 你就乱了 你读完之后 全部读完 放到原位 原地方 它的书架上 这是很重要 对吧 下次找不到 本を読みました 怎么变化 読みました 简体 用たら 用たら 一起来 本を用たら しまいます 又变成 しまっておきます 本棚にしまっておきます 书架是本棚 可以说 本棚にしまっておきます 最后 本を用たら 本棚にしまっておきます 本棚にしまっておきます 最后 这是刚才说的两个 一个准备 一个措施 一个准备と措施 最后 放置 不需要干什么什么 保持持续的状态 放置这日语 持续的状态的意思 就是 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就是请保持原状 どう開けましょうか 我要把你开一下门吗 开一下门吗 不需要的 怎么说 你关上吧 不要不要开 閉め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閉め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有可能 蚊子会进来 閉め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すみません 火が入ります 閉め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这样子 我帮你关灯吧 你是不是睡觉了 我帮你关一下灯吧 電気を消しましょうか 電気を消しましょうか 人家问你 人家说 つ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有的同学晚上害怕 全部黑暗就睡不着 稍微开一下门吧 就つ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つ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保持原状状态 好吧 音楽をつけましょうか 吃饭的时候 我帮你开个音乐吗 开个音響吗 音楽をつけましょうか 音楽つけましょうか 不像我喜欢 安安静静的吃饭 怎么说 決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決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静かにご飯を食べたいです 静かにご飯を食べたいです 安安静静的吃个饭 就这样保持原状 不要开音響 机を片付けましょうか 我帮你收拾一下桌子吗 机を片付けましょうか 怎么办 不需要的不需要的 就保持原状吧 置い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你放了那放了那 别提起来 置い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这个地方 变成我们的对话口语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学的 什么时候といてください 一起來 置い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置い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比较觉得重复了 所以就善于置いてください 可以记住 最后 ポスターを取りましょうか 把墙上的海报取下来吗 要不要取下来呢 ポスターを取りましょうか 怎么说 不需要 你还是挂上吧 か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かけ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好的 日曜日星期天 月曜日星期一 火曜日 星期二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那party是什么时候呢 party是星期天 大家最能喝到一起的星期天 日曜日にパーティがあります 不是什么准备都没有可以开聚餐的 当然要准备 好 从第一开始 是吧 好说一下星期天有聚餐 怎么说 日曜日にパーティがあります 好 要买什么呢 我要准备买一下葡萄酒 ワインは冷蔵庫に入れてあります 入れてあります 好 放完之后 放入れておきます 是放之前 放完之后 这是一个状态 已经在里面了 放完过去时代 就要用 ワインは冷蔵庫に入れてあります 入れてあります 入れてあります 好的 然后聚餐的那一天 这是什么呢 看 ワインは全部グラスに注いでいます 把葡萄就全部倒到这个杯子里了 杯子里了 全部做完了这个事情 开始大家可以干杯的 那个之前的那一瞬间 全部倒完了 倒完了 注ぎます 它是一个动词 就倒 把什么时候倒进去 注ぐ 你也可以说 入れます 入れます 也可以 入れてあります 也可以 我们现在说一下 稍微難度高一点的 ワインは全部全部グラス 叫グラス 玻璃杯 グラスに注いであります 注いであります であります であります 都是一个结束的事情 已经把葡萄就放到冰箱里结束 已经把葡萄就倒到玻璃杯也结束 这个是买 我现在要准备买 现在是将来是 好吧 这一定记住 然后最后 结束之后呢 party 还想觉得这个特别愉快 还想再来一次party 就算怎么办 来週 またpartyがあります 所以 我还要准备买葡萄酒 ワインを準備しておきます ワインを準備しておきます 假如我买完之后 准备好了 怎么说 ワインが準備してあります 好的 以上 第三部分 我们最后看了一下 什么什么であります 結束了 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什么でおきます 我现在开始有准备了 这两个时代 过去时代和将来的时代 我们都重复练习了一下 好 第三个部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